为了救换尿毒症的女友 我让系统把我的肾换给她 可生病时劝我在她死后不太伤心的女友 痊愈后仅仅一年就对我一场冷淡 甚至为了初恋试歌 想道德绑架我为她捐骨髓 我拒绝后 她一改从前的温柔 大骂我没有社会责任感 不愿意为他人做贡献 既然如此 那我把这个做贡献的机会给她救世了 系统 我要拿回我的肾 好的宿主 作为一个推文博主 评论区真的很凄凉 教大家一个快速评论方法 这样按住评论区就可以了 真的很想体验消息99家的快乐 不道德绑架 祝大家逢考必过报售时机 你喜欢的人也在喜欢你 余额后面加六个零 今天是我和柳如烟恋爱五周年纪念日 我在家布置了一天 准备向她求婚 可柳如烟的电话一直打不通 今早出门时 她答应过我要早点回来的 拿起车钥匙 我一边打电话 一边开车往柳如烟单位走 女友是个典型的工作狂 典型到一年前尿毒症病发 在医院换肾时 都记挂着自己的工作 我早已经习惯她每天 家和研究所两头跑的日常了 所以她现在还没回来 十有八九是在研究所 车开到研究所门口时 柳如烟的电话刚好也打通了 有事吗 我很忙 听着她没有语气的话语 我心里有些难过 以前的她分明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调整了情绪 柔声开口 如烟 今天是我们的恋爱纪念日 说好要一起过的 我话还没说完 柳如烟就打断了我 几巴打 你不知道我的工作兴致吗 要起研究员 听着电话那头的盲音 我有些无奈 坐在车里抬头 看着还亮着灯的大魔 多了些懊恼 是不该催她的 晚一点求婚又能怎样呢 反正这么多年 我们都过来了 昏黄的路灯下 我看见路边 有一个卖花的老爷爷 现在已经快十一点了 他手里还剩一把向日葵 听柳如烟话里的意思 可能一时半会忙不完 我下车走向老爷爷 买完花回来时 刚好看见柳如烟从楼里出来 和他一起出来的 还有梅吉博 他的大学直系师哥 也是他的初恋 两人在楼下抱了三分钟 直到看见我 才不慌不忙撤开 我还没开口询问 他们俩这是在干嘛 柳如烟就已经在皱眉看我了 你怎么过来了 这个所谓的纪念日 有那么重要吗 还有你手里的东西 你觉得靠一束花 能吃饱饭 能治好病吗 快三十岁的人了 心里只有情情爱爱 你到底有没有社会责任感 这是今天他第二次 说我没有社会责任感 这么大的帽子扣在我头上 我下意识就想解释花的来源 可柳如烟显然不给我这个机会 你先回家吧 我和师哥还没吃饭 看着柳如烟说着 就要走向梅吉博的车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戒指 塞了回去 那我请你们吃饭吧 我承认 我此刻的语气 有些说不出的卑微 我有一种预感 柳如烟今晚可能不会回来 你跟着去干什么 你能听懂我们在聊什么吗 吃完饭我就回来了 我们虽然是男女朋友 但也请你不要时时刻刻跟着我 有空还不如多想想 怎么为社会做贡献 柳如烟丢下这句话 就上了梅吉博的车 车子绝尘而去 片刻停留都不曾有 我浑浑噩噩回到家 在洒满鲜花和布满气球的客厅 独自对着蛋糕做了一夜 柳如烟果然还是食言了 这也不是第一次了 坐在黑夜里的那些瞬间 我有些怀念从前的柳如烟 我和柳如烟从小就是邻居 家里长辈关系好 也曾开玩笑说让我们长大结婚 虽是长辈的玩笑 我却知道 我是真的喜欢上了柳如烟 整整十二年 柳如烟上树掏鸟蛋 变成了被欺负的对象 每当这个时候 体格小小的柳如烟都会站出来 替我解释 给那些小孩讲道理 讲不通道理才出手 那时候的我 就在心里默默喜欢上了他 长大做研究员 是他高中就定下的理想 这么多年 从未变过 要说变的 只有他对我的态度 高中 他总忙着学习 顾不上吃饭 我学习成绩一般 每天的心思都花在给柳如烟 带各种营养餐身上 他总会一边说我没有上进行 又会一边沉着脸 给我补习功课 高中毕业 他如愿考上了理想的学校和专业 而我 在柳如烟坚持不懈的补习中 选了他那个大学成立 所以还算不错的学校 尽管在不同的大学 我们的见面次数也没有减少 直到他把梅基伯带到了我面前 梅基伯大我们一届 是柳如烟的直系师哥 他专业能力很好 时常作为实验室 助理带学弟学妹做实验 一来二去 梅基伯和柳如烟熟络起来 在后来 两人谈起了恋爱 即便心里难过 我也在梅主动约柳如烟出来吃过饭 柳如烟在酒吧喝醉后 是我去接回来的 那是他第一次去酒吧 也是最后一次 原因是梅基伯出国流血了 连分手都没有跟他当面说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冷静自持的柳如烟 在我面前哭得撕心裂肺 我恨梅基伯为什么要这样对他 可心里某个阴暗的角落又提醒我 是不是我又有机会了 那天之后 我和柳如烟又恢复了以前经常约饭的关系 他很快收起情绪 快到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这些事一样 全身心投入到实验和研究中 大学毕业后 在我第五次向柳如烟告白后 他答应了做我女朋友 那天是我最开心的一天 柳如烟大大方方的牵起了我的手 发了朋友圈 还带我回了家 家里的长辈都很开心 谈笑着说我们俩小的时候 就看出我们以后会在一起 我和柳如烟在所有人的祝福中 度过了幸福的三年 第四年 柳如烟晕倒在了研究所被送去医院后 查出尿毒症 最好的治疗方法就是肾移植 他爸妈 甚至连我爸妈都去医院匹配过 没有一个人配型成功 躺在病床上还在研究数据的柳如烟 难得地放下了电脑 挤霸打 从小到大 一直都是你在照顾我 我希望 等我死后 你不要太省心 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幸福的生活 忘了我吧 我含着泪 唤醒了从来没有用过的系统 请求他把我的肾移植给柳如烟 系统很给力 不仅答应了我的请求 还让柳如烟能够痊愈 系统告诉我 他只能免费帮我一次 以后再有需要 我得付出代价才可以 希望我能考虑清楚 要不要用这一次机会 我想 柳如烟能够健康 就是我最大的愿望 以后大概也没什么需要他帮忙的 柳如烟痊愈后 看着刚刚摘掉一颗肾脸色 还有些惨白的我 紧紧地抱住了我 第二次在我面前哭了出来 他说会爱我一辈子 我不知道一辈子有多长 但柳如烟嘴里的一辈子 不过短短一年多而已 尽管我不愿意承认 柳如烟早已不再爱我 直到第二天晚上 柳如烟才回了家 恋爱五年 双方家里都早已默认 我们俩能一直走下去 所以我爸妈在离研究所 最近的小区买了套房子 写的是柳如烟的名字 当作我们俩的婚房 虽然小时候身体不好 已经养得七七八八了 但少了磕肾 我自知身体的方面早不如从前 世人皆是只能同甘 不能共苦的 人性便是如此 还是想好好跟柳如烟道个别 柳如烟回来时 家里的花瓣和蛋糕 早已被我处理干净 只有飘在顶上的气球 还在摇摇晃晃 挤霸答 你什么意思 就因为我昨晚没回来 接受你的求婚 现在是想用离家出走 来逼我结婚 看着放在玄关处的行李箱 和这明显被布置过的房子 柳如烟能这么想 也不是没有道理 可他能这么问 是不是也早知道 我昨晚想向他求婚呢 可能知道的吧 毕竟同在一个屋檐下生活 我提前半个月买材料和戒指 和朋友策划到半夜 某个朋友还在他面前说漏嘴过 他肯定早就知道了 可他还是选择了不回来 或者是故意不回来的 所以我逼你结婚 你会同意吗 我看着柳如烟不耐的神色 轻声开口 不会 我不会让任何人拿捏我 这就是柳如烟 虽然早知道他的答案 心里还是有些揪着痛 柳如烟 我们分手吧 这不是威胁 准备好的告别一个字都没有说 也没有必要再说 站起身来 我把钥匙放在桌上 往玄关走去 柳如烟却像是料定 我还在闹脾气一样 在我经过他身边时 冷冷开口 吉巴达 你变了 我们早过了轻轻哀哀的年纪 你能多务实一点吗 还是说 那张纸真的对你那么重要 没有那张纸 我们的感情难道就会变吗 我没有回答柳如烟的问题 只是回想起了 昨天晚上在研究所门口 和梅吉博的见面 我和梅吉博昨晚的匆匆一面 其实是梅吉博出国后 回来的第一次见面 仅仅是这一面 我确定了 柳如烟不爱我了 或者说 他从来没有爱过我 柳如烟 你知道 你在梅吉博面前 是什么样子的吗 即使隔着鸡母 即使在昏黄的路灯下 我也能看见柳如烟 亮晶晶的眼里盛满了爱意 可那眼神 却不是看向我 也从来没有看向过我 他始终追随着梅吉博 他们拥抱的那三分钟 柳如烟身上散发出来的 爱意和温柔 是这五年里 我从没得到过的 我以为 柳如烟或许对于爱情 天生就是如此 可他 原来也有迸发 浓浓爱意的时刻 梅吉博是在两年前回国的 那时候 柳如烟刚查出尿毒症 不知道他是怎么和 梅吉博取得联系的 但他把梅吉博 推荐去了他所在的研究所 顶替他的位置 这是柳如烟做决定时 就跟我说过的 我那时心里 只有生病的他 没空去考虑别人 后来柳如烟痊愈后 梅吉博也一直在那里工作 两人作为同事朝夕相处 我不想无端揣测他们 但柳如烟对我态度的准备 确实是在两人合作 同一个研究之后开始的 我一直不愿承认 但昨天过后 我确证了我的猜测 吉博答 你简直无理取决 就当我是无理取决吧 以后别像以前一样拼命加班了 不然你有几个肾都不够你造的 说完 我伸手 却拖不动行李箱 回头一看 是柳如烟按住了我的行李箱 别走 吉博答 别走柳如烟眼里 终于多了一丝慌乱 落下了太多工作 我必须补起来才能跟得上进度 如果是我太过重视工作 我以后会改的 你别走 我轻轻掰开了柳如烟的手 他还是不明白我为什么而死心 是不是因为没师哥 我和他真的没有什么 这么多年不见 我对他早没有那种感情了 我推荐他去我们单位 是不想人才流失 真的没有其他多余的想法 昨天你也误会了 我们真的没什么的 就只是去吃了顿饭 后来我就回了研究所 我承认 我现在有点害怕结婚 但绝对不是因为不爱你 我只是觉得 应该趁现在有精力 把时间都放在工作上 为社会多做贡献 不好吗 你给我一点时间 让我调试一下 我会给你满意的答复的 你别离开我 柳如烟还在说些什么 除了眼神里的慌乱 似乎还多了一些精灵的泪化 我犹豫了 我是真的很爱柳如烟 彻夜未睡加上优思过度 我原本就雷弱的身体 在和柳如烟的拉扯中 彻底罢工 再次醒来 天已经快亮了 柳如烟坐在床边 握着我的手有些昏昏欲睡 他无名纸上多了一枚戒指 是我走时放在床头柜的戒指 我轻轻动了一下 柳如烟瞬间清醒 打开灯 我看见了他眼里的血丝 吉巴达 你感觉好些了吗 需不需要去医院 当初我就不该答应 跟你做肾移植 害得你现在身体这么差 都是我的错 柳如烟眼里的担心骗不了人 我想他或许也是爱我的 我向单位请了一周假 这两天 我专心在家陪你 明天把爸妈和叔叔阿姨 请过来吃饭 我好久都没见他们了 柳如烟还在别叠不休的说着 我坚定的心思客 更加动摇起来 吉巴达 我们不要分开好不好 好 柳如烟请假的一周里 关了电脑 甚至把手机也关了机 全身心的陪我 我爸妈和他爸妈来吃饭时 明里暗里都在说 我们俩已经这么大的年纪了 该考虑结婚了 柳如烟牵着我的手 把那枚戒指露了出来 我们俩已经在计划了 是吧 柳如烟看我的眼神里多了温柔 仿佛小时候 那个会站出来保护的柳如烟又回来 两家长辈欢欢喜喜回去后 柳如烟收拾了行李 直到把我塞进车里 才告诉我要去旅游 那个旅游的地方 是我一年前就说过想去的地方 柳如烟做足肉攻略 我们在那里玩了三天 没有任何人打扰 那是我这28年来 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如果我没有在他手机里 看见他和梅吉伯的聊天记录的话 我想我会一直这样认为 反诚的最后一天 柳如烟拿出手机看工作消息 我在收拾行李 点得外卖到了 他一边看着手机 一边伸手去接外卖 没有接住 汤洒了一地 还沾到了他白色长裙上 他去卫生间换裤子的时候 手机响了 是我从没听过的铃声 上面没有被注 我按了接通 柳如烟 几巴达同意把骨髓捐出来了 对面的声音 即使过了很多年 我也能听出 是梅吉伯的声音 可它是什么意思 捐骨髓 我吗 捐给谁 对方叫我没有回答 似乎也意识到事情的不对 匆匆说了句不好意思 打错了 就挂断了 今天早上我还打开来 收过一个验证码 怎么会下午就打不开了 我有一种莫名的预感 手不受控制的输入0818 密码打开了 这是梅吉伯的生日 看着此时打开的陌生系统 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呢 柳如烟一直用着一个隐藏系统 和梅吉伯联系 那个系统的壁纸 甚至是他们俩大学恋爱时的搞笑合照 我想起了我和柳如烟恋爱这五年来 很少一起拍过合照 他总说他不上镜 拍出来不好看 就连这次出来旅行 我们也没拍合照 是今天凌晨五点 那时候的我正睡得香甜 我以为怀里的柳如烟也该是如此的 聊天记录更是让我瞬间觉得周身发凉 吉伯 我和吉伯达明天就回城了 嗯 那件事你跟他说了吗 如果他不同意 我真的没有别的办法 放心 我一定会说服他的 这段时间陪他出来玩 就是想等他心情好了才好开口 我一定会不惜一切代价救你 下面还有很多不堪入目的对话 有柳如烟埋怨怨我身体不好 每次办事都不能让他进行 还有梅吉伯安慰他的一些出格的话 他们足足聊了两个小时 柳如烟走出浴室 看见的就是我正拿着他手机翻聊天记录的画面 他下意识扑过来想抢走 我呆坐在原地 任由他将手机夺回 结合梅吉伯打来的电话 我脑子里出现一个可怕的想法 柳如烟可能在打我骨髓的主意 因为我换了一颗肾给柳如烟 所以他理所当然地认为 我会再把我的骨髓捐出来吗 我想起了我说分手的那天 柳如烟按住我行李箱 哭着求我别走的那些时刻 是在担心失去一个爱他的人 还是在害怕我走了 没吉伯就没救了 或许是时候做最后的告别了 在这之前 我有必要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 柳如烟张嘴想解释什么 却发现什么都说不出来 我拖着行李箱 没有理会在后面狂追的柳如烟 买了刀铁票回家 高铁上 我唤醒了我的系统 系统 我后悔了 我想拿回我的肾 宿主需完成一个任务 才能获得积分兑换愿望 系统提出的任务很不合理 但我没有其他办法 我必须把肾拿回来 我回到了我和柳如烟共同的家 我暂时还不能搬出去 况且 该搬出去的人也不是我 柳如烟进门时 看见我正坐在餐桌旁吃东西 这才松了一口气 是怕我一路之下再也不回这里了吗 他应该在回来的路上 和梅吉伯通过气了 他走到我面前 没有丝毫隐瞒 说出了他的目的 挤霸打 梅吉伯也病了 需要有人救他 是吗 那真是一个好消息了 什么病 和你一样的病吗 所以你才把主意打到了我身上 认定我就是冤大头了是吗 我平静地看着柳如烟 连愤怒生气到极致的时候 原来真的会变得异常冷静 柳如烟还是那副微微醋眉的模样 语气里没了讨好 倒是多了些指责的意味 挤霸打 他是病人 你不该这么说他的 我真的被气笑了 放下筷子 有些好奇地问他 首先 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没说什么不好听的话 其次 他的病难道是我造成的吗 凭什么要我救他 挤霸打 你真的是个冷漠无情的人 吉伯哥是栋梁之才 你有责任救他 你不能因为我和你有关系就救我 和他没关系就不救他 你这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是要被社会谴责的 柳如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看向我的眼神 甚至多了些鄙视和厌恶 从前 柳如烟就喜欢拿他所谓的社会责任感 强迫我去做一些根本没有必要做的事 甚至是有些荒唐的事 记得我们俩刚在一起那会儿 某天一起回家时 发现小区一些无人的角落里 有不少垃圾堆积 我记得小区有专门的保洁 我打算打个电话 让保洁阿姨来处理一下就好 可柳如烟却从旁边捡了一个塑料袋 让我徒手去收剪那些垃圾 我有些排斥 他立刻指责我没有责任感 没有功德心 我在他一声声直击心灵的谴责声中 捡了一下午的垃圾 而他 世界上最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背着手也指挥了我一笑 甚至 让我连续一周都去观察小区 还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如果有 就必须清理掉 他如果在上班就打视频监督我 连续干了一个星期后 小区里不少人都开始在背后对我指着点点 我无意中听到过一些 大概是说 我搬来住在这栋高档小区 怎么还去抢人家保洁的活干 诸如此类的事还很多 我突然有些好奇 柳如烟和梅吉伯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也这样要求他 吉伯哥比你有社会责任感多了 他带着我一同为要起事业做贡献 就是最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可柳如烟 我现在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再捐骨髓出去 你想过我吗 柳如烟又不会死的 再说了 我们要将生死置之度外 正如那句话 有些人虽然活着 但他已经死了 有些人虽然死了 可他永远活着 吉巴达 活着如果没价值 不如死得有价值 我真的觉得柳如烟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进行骨髓移植 需要先进行配对 你都不知道我和梅吉伯能不能配得上 就迫不及待给他沉默 要是配不上吗 他做过肾移植的 不该不清楚这些事项 配得上 肯定配得上的 你能配得上我呢 自然也能配得上他的 柳如烟见我似乎有松口的迹象 连忙向我保证肯定能够配上 那笃定的语气 我意识到柳如烟 远比我认识的他要更复杂得多 难道 他趁我不知道 偷偷去做了配型 不应该呀 什么意思 当初我爸妈和叔叔阿姨都配不上我呢 只有两个人能够配得上 就是你和梅吉伯 我不愿意让梅吉伯为我付出这么多 所以没跟他做手术 现在我很庆幸 幸好没做 否则他怎么熬得过呀 他出国后 本来就过得不好 我故意在朋友圈关宣我们谈恋爱 就是想逼他回来 我不应该这样做的 如果不回来 他可能就不会得这样的 幸好当初他也来跟我配型过 骨髓一直应该和肾一直差不多吧 肾能够配得上 骨髓也应该可以 多讽刺啊 那时候的我 以为柳如烟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型成功 才去求了系统 把我的肾改成能够跟他配型成功的 最后才救了他 可柳如烟现在却告诉我 当初是有人能够救他的 只不过他舍不得而已 况且 柳如烟大学学的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他是有什么样的证据 证明肾能够配型成功 骨髓也一定可以吗 我不会质疑柳如烟的专业能力 我知道 他不过是太过关心梅吉博 所以什么办法都要实一实罢了 所以是我活该被利用吗 所以在我欢听喜地 看着柳如烟牵着我的手官宣示 只是被当作鸡梅吉博回国的工具 所以柳如烟在跟我交代一言 让我在他死后不要太难过 要赶紧忘记他的那些话 也是在算计我 让我心软救他吗 所以柳如烟其实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第一次说爱我 只因为我是他们爱情的催化剂 第二次说爱我 是看上了我的肾 第三次说爱我 是看上了我的骨髓 甚至他明知道 我把肾移植给他之后 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他还是想榨干我身上所有的价值 柳如烟还在用那些大道理试图逼我妥协 见我铁了心不同意 他又打起了感情牌 你爸打 你不是一直想跟我结婚吗 我保证 你把骨髓捐给梅吉博 我立马就跟你结婚 我会给你用最好的药 每天陪伴你 照顾你 这样你还不满足吗 而且 如果你以后身体真的很差 我也不会跟你离婚 我会一直照顾陪伴你 你还能得到社会上所有人的赞誉 这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 说实话 我没想到柳如烟 居然能对梅吉博做到这个程度 这样一比较 越发显得我这五年一文不值 我斟酌了一会儿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了 柳如烟迫不及待 当着我的面打了电话给梅吉博 看着柳如烟的一脸喜色 我闭上了眼睛 几巴打 心软的人 永远没有好下场 再次见到梅吉博 是在医院 梅吉博病得不算严重 但脸色还是有些不好 柳如烟在一旁端水擦脸的伺候着 隔壁床的阿姨都说 这个媳妇对丈夫是真的好 柳如烟没有否认 笑着跟那个阿姨继续聊着天 柳如烟 你和梅吉博配对成功过 为什么不把你的骨髓换给她呢 我的声音打断了病房里的欢声笑语 那个阿姨若有所思的眼神 落在他们两人身上 柳如烟的脸色一片战火 冲到病房门口 把我扯到了走廊上 梅吉博也跟来了 是怕我临时反悔跑吗 柳如烟一个人拦不住我吗 几巴打 你别胡说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 我的身体也不好 怎么能把骨髓换给吉博哥 再说了 我的工作已经是为社会做贡献了 不需要额外再做贡献 反倒是你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吧 我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 多问了一句 如果 如果你只剩一颗肾 有了柳如烟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还怕要是我不救梅吉博 没人能救他了吗 进医生办公室前 我的系统提醒我任务已完成 我的任务就是 让永远只会嘴上说社会责任感的柳如烟 能够实实际际做一件事 哪怕是承诺也可以 因为系统会帮我完成 系统 我想现在拿回属于我的身 好的 宿主 身后的柳如烟 在系统答应的那一瞬间 晕倒在了走廊上 而我的身体 我明显感觉到比之前好了很多 柳如烟醒来时 每个人都来了 我爸妈 他爸妈 还有梅吉博 但每个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 除了我 月月 你怎么这么命苦啊 柳如烟妈妈抓着柳如烟的事 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我妈在一旁安慰着情绪崩溃了她 眼眶也有些红 柳如烟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她病床边 直到她想下床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虚弱 比当初确诊尿毒症的时候还弱 她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我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病情恶化了 可我明明痊愈了呀 当初医生都说这是医学奇迹 我不可能会恶化 柳如烟拼命地按着床头的呼叫铃 想叫医生来解释给她听 医生匆匆赶来 手里拿着病例单 对着柳如烟摇了摇头 医生 我是不是恶化了 你直接跟我说 我都能承受的 柳如烟抓住医生 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冷静一点 可发抖的双手却出卖了她此时的慌张 原来柳如烟也怕死的 我还以为她真把生死看得很淡呢 那她凭什么会觉得 我会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 去救一个情敌 您先别激动 肾移植手术出现排斥反应 是很正常的事 但我们在您的身体里 没有发现被移植的健康肾脏 这是现在无法解释的 专家也正在研究 您放心 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治疗您 说实话 如果我不知道事情的失眠 我大概也会像柳如烟此刻一样懵圈 明明手术这么成功 怎么可能突然就恶化了 甚至 移植过后的健康肾脏都不存在 柳如烟砸了病床 旁边桌上的水杯和水果 情绪彻底崩溃 我让我爸妈先把他爸妈带出去 我来安抚柳如烟 其实 我只不过是还有话对柳如烟说罢了 梅吉伯也打算离开 我叫住了他 梅吉伯走了 我今天这戏可就看不成了 柳如烟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病情急剧恶化吗 我站在柳如烟的病床对面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靠着 原本还在疯狂砸东西的柳如烟 被我的话记得愣在了原底 急霸答 你现在是在嘲笑我吗 这只能说明你的肾没用 我真是后悔用你的肾了 柳如烟又恢复了对我一贯的冷漠和蔑视 我也早就后悔把肾给你了 幸好 柳如烟 现在你的报应来了 急霸答 如烟现在已经很难受了 你就别再刺激他了 让他好好冷静一下吧 梅吉伯说了我几句 我有些好笑的看着他 梅吉伯 你嘴里是装了开赛路吗 张口就拉 你现在又冲什么好人 你心疼他 那你把你的肾换给他呀 梅吉伯沉默了 低着头默不作声准备往外走 最后还是停下了脚步 如烟 要不我们去试试配型吧 柳如烟眼神里闪过一丝惊喜 就像在大海里漂泊了一天后 偶然抓住一根浮沫般惊喜 他甚至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有兴奋 有骄傲 还有对我的厌恶 可这惊喜在下一秒完全破碎 反正你现在已经这样了 把骨髓捐给我 让我代替你实现你最后的愿望呢 梅吉伯把自己在得知柳如烟恶化后 就产生的想法说了出来 因为在柳如烟突然晕倒昏迷后 梅吉伯曾强拉着我去做了骨髓配型 结果当然是不合 所以他才把主意打回了柳如烟身上 柳如烟像是没听清梅吉伯的话一般 大叫着让他再说一遍 你的好师哥说 让你把你的骨髓捐给他 他代替你活着 听清楚了吗 没听清我可以再重复一遍 我很贴心地给柳如烟重复了一遍 柳如烟盯着梅吉伯看了很久 起初梅吉伯还有些愧疚 迎上柳如烟质问的眼神后 他索性直接破罐子破摔了 柳如烟 别这样看我 我们俩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 谁也不比谁高贵 你难道现在心里没想过 让我把我的肾医治给你吗 梅吉伯话里的意思如此直白 柳如烟脸上闪过一丝 没戳破心思的窘破 不过也只有一瞬而已 看着两人心里都有着各自的小九九 却还站在道德的至高点 指责对方时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我原以为柳如烟不爱我 所以会利用我 他爱梅吉伯 说不准真的会把自己的骨髓 换给梅吉伯 没想到 原来他们所谓的爱也不过如此 两人还在僵持着 我懒得在看他们狗咬狗 目的已经达到 剩下的 就看他们俩谁能为对方妥协 当然 以我对他们俩的了解 他们大概打算一起死 也不想成全对方 过了几天安生日子 我没想到柳如烟还会来找我 这段时间 我都在找律师咨询 这栋房子 是我爸妈让我和柳如烟 以结婚为目的 给柳如烟买的房 现在他已经出轨了 我可不可以追回这套房 得到的回答是不可以 我有些烦门 门铃急促地想着 我打开门 看见了瘦得只剩骨头的柳如烟 挤霸答 我可能没几天活了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只有你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 我想 在最后的日子里 是和你一起度过的 我惊讶于柳如烟的无耻 但我还是把他扶进了门 身体不好就别出去乱跑了 像当初我要和柳如烟 分手时的情景 这是你的房子 但不是我的 我还是原谅不了 你曾经对我造成的伤害 所以我打算搬出去了 希望你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 说完 我拖着行李箱走到了玄关处 柳如烟不顾自己孱弱的身体 冲过来拦住我 挤霸答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想要伤害你了 我快死了 这房子本就是叔叔阿姨给你买的 该走也是我走 我们明天就去过火 我只求你 可陪我走完最后的日子 我在柳如烟的生生哀求中 勉为其难地答应了他 上楼把本就是空的行李箱 假装规制一下 才慢吞吞地下楼 我只答应陪着柳如烟 可没答应要给他好脸色 更不用说照顾他 反倒是柳如烟 早起给我做饭 把我的衣服收去洗 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恋爱五年来 这些事一直都是我在做 没想到柳如烟也能做这些事情 只不过是在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时候 没到半个月 柳如烟就被紧急送到医院 医生说 不是一向在意你那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吗 放心 你死后 我会把你的身体器官都捐献出去 不知道你的骨髓可不可以就梅基伯 你说 你为什么不愿意答应把骨髓换给梅基伯呢 当初你说的信誓旦旦 我还以为你心中真的有大爱呢 所以我才给了你这个机会 没想到你却不愿意了 真是太没社会责任感了 且不说他是你的初恋好师哥 就算他是个陌生人 你也应该救他的呀 你等我干什么 这些不都是你当初你劝我实说的话吗 我不过只是复述了一遍吧 而你马上就要死了 很惊讶吗 如果你不打我骨髓的主意 我是没打算收回来的 这一切都是你自食恶果罢了 说完这些话 我走出病房 外面等着的人看我红了眼眶 静止冲了进去 随后病房里爆发出了凄厉的哭声 柳如烟的葬礼我没有参加 我去了外地旅游 对外只说柳如烟不在了 我伤心过度 不愿面对 才选择了逃避 你看 柳几霸打 他是病人 你不该这么说他的 我真的被气笑了 放下筷子 有些好奇的问他 首先 我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我也没说什么不好听的话 其次 他的病难道是我造成的吗 凭什么要我救他 几霸打 你真的是个冷漠无情的人 吉伯哥是动梁之才 你有责任救他 你不能因为我和你有关系救救我 和他没关系就不救他 你这是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表现 是要被社会谴责的 柳如烟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 看向我的眼神 甚至多了些鄙视和厌恶 从前 柳如烟就喜欢拿他所谓的社会责任感 强迫我去做一些根本没有必要做的事 甚至是有些荒唐的事 记得我们俩刚在一起那会儿 某天一起回家时 发现小区一些无人的角落里 有不少垃圾堆积 我记得小区有专门的宝洁 我打算打个电话 让宝洁阿姨来处理一下就好 可柳如烟却从旁边捡了一个塑料袋 让我徒手去收捡那些垃圾 我有些排斥 他立刻指责我没有责任感 没有公德心 我在他一声声直击心灵的谴责声中 捡了一下午的垃圾 而他 世界上最有社会责任感的公民 背着手也指挥了我一下 甚至 让我连续一周都去观察小区 还有没有这样的地方 如果有 就必须清理掉 他如果在上班就打视频监督我 连续干了一个星期后 小区里不少人都开始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 我无意中听到过一些 大概是说 我搬来住在这栋高档小区 怎么还去抢人家保洁的活干 诸如此类的事还很多 我突然有些好奇 柳如烟和梅吉博在一起的时候 会不会也这样要求他 吉博哥比你有社会责任感多了 他带着我一同为要起事业做贡献 就是最有社会责任感的人 可柳如烟 我现在身体已经很不好了 再捐骨髓出去 你想过我吗 听见这话 柳如烟总算是沉默了很久 可他接下来的话 却更让我真正见识了人类物种的多样性 反正又不会死的 再说了 我们要将生死置之度外 正如那句话 有些人虽然活着 但他已经死了 有些人虽然死了 可他永远活着 几霸打 活着如果没价值 不如死的有价值 我真的觉得柳如烟有病 而且病得不轻 进行骨髓移植 需要先进行配对 你都不知道我和梅吉博能不能配得上 就迫不及待给他承诺 要是配不上吗 他做过肾移植的 不该不清楚这些事项 配得上 肯定配得上的 你能配得上我呢 自然也能配得上他的 柳如烟见我似乎有松口的迹象 连忙向我保证肯定能够配上 那笃定的语气 我意识到柳如烟 远比我认识的他要更复杂的多 难道他趁我不知道 偷偷去做了配型 不应该呀 什么意思 当初我爸妈和叔叔阿姨都配不上我了 只有两个人能够配得上 就是你和梅吉博 我不愿意让梅吉博为我付出这么多 所以没跟他做手术 现在我很庆幸 幸好没做 否则他怎么熬得过呀 他出国后 本来就过得不好 我故意在朋友圈关宣我们谈恋爱 就是想逼他回来 我不应该这样做的 如果不回来 他可能就不会得这样的病 幸好当初他也来跟我配型过 骨髓移植应该和肾移植差不多吧 肾能够配得上 骨髓也应该可以的 多讽刺啊 那时候的我 以为柳如烟没有一个人能够配型成功 才去求了系统 把我的肾改成能够跟他配型成功的 最后才救了他 可柳如烟现在却告诉我 当初是有人能够救他的 只不过他舍不得而已 况且 柳如烟大学学的也有这方面的内容 他是有什么样的证据证明 肾能够配型成功 骨髓也一定可以呢 我不会质疑柳如烟的专业能力 只是被当作鸡眉鸡脖回国的工具 所以柳如烟在跟我交代一言 让我在他死后不要太难过 要赶紧忘记他的那些话 也是在算计我 让我心软救他嘛 所以柳如烟其实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第一次说爱我 只因为我是他们爱情的催化剂 第二次说爱我 是看上了我的肾 第三次说爱我 是看上了我的骨髓 甚至他明知道 我把肾移植给他之后 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了 他还是想榨干我身上所有的价值 柳如烟还在用那些大道理试图逼我妥协 补髓捐给梅基博 我立马就跟你结婚 我会给你用最好的药 每天陪伴你 照顾你 这样你还不满足吗 而且 如果你以后身体真的很差 我也不会跟你离婚 我会一直照顾陪伴你 你还能得到社会上所有人的赞誉 这是多少人求而不得的 说实话 我没想到柳如烟居然能对梅基博做到这个程 这样一比较 越发显得我这五年一文不值 我斟酌了一会儿 像是下定了某种决心 点了点头 好 我答应了 柳如烟迫不及待 当着我的面打了电话给梅基博 看着柳如烟的一脸喜色 我闭上了眼睛 挤巴打 心软的人 永远没有好下场 再次见到梅基博 是在医院 梅基博病得不算严重 但脸色还是有些不好 柳如烟在一旁端水擦脸的伺候着 隔壁床的阿姨都说 这个媳妇对丈夫是真的好 柳如烟没有否认 笑着跟那个阿姨继续聊着天 柳如烟 你和梅基博配对成功过 为什么不把你的骨髓换给他呢 我的声音打断了病房里的欢声笑 那个阿姨若有所思的眼神 落在他们两人身上 柳如烟的脸色一片脏糊 冲到病房门口 把我扯到的走廊上 梅基博也跟来了 是怕我临时返回跑了 柳如烟一个人拦不住我吗 挤巴打 你别胡说 你不是不知道我的情况 我的身体也不好 怎么能把骨髓换给基博哥 再说了 我的工作已经是为社会做贡献了 不需要额外再做贡献 反倒是你好好珍惜这次机会吧 我从善如流地点了点头 多问了一句 如果 如果你只剩一颗肾奄奄一息的时候 你会愿意把你的骨髓换给他吗 当然 如果我快死了 我会把我身体的每个器官都捐赠出来帮助别人 有了柳如烟这句话我就放心了 我还怕要是我不救梅基博 没人能救他了吗 进医生办公室前 我的系统提醒我任务已完成 我的任务就是 让永远只会嘴上说社会责任感的柳如烟 能够实时计计做一件事 哪怕是承诺也可以 因为系统会帮我完成 系统 我想现在拿回属于我的身 好的 宿主 身后的柳如烟 在系统答应的那一瞬间 晕倒在了走廊上 而我的身体 我明显感觉到比之前好了很多 柳如烟醒来时 每个人都来了 我爸妈 他爸妈 还有梅基博 但每个人的脸色都很不好看 除了我 月月 你怎么这么命苦啊 柳如烟妈妈抓着柳如烟的手 眼泪不住地往下流 我妈在一旁安慰着情绪崩溃了他 眼眶也有些红 柳如烟不明白 为什么这么多人都在他病床边 直到他想下床 却发现自己的身体很虚弱 比当初确诊尿毒症的时候还弱 他终于意识到了事情的不对劲 我这是怎么了 是不是病情恶化了 可我明明痊愈了呀 当初医生都说这是医学奇迹 我不可能会恶化 柳如烟拼命地按着床头的呼叫铃 想叫医生来解释给他听 医生匆匆赶来 手里拿着病例单 对着柳如烟摇摇了摇头 医生 我是不是恶化了 你直接跟我说 我还以为他真把生死看得很淡呢 那他凭什么会觉得 我会愿意放弃自己的生命 去救一个情敌呢 您先别激动 肾移植手术出现排斥反应 是很正常的事 但我们在您的身体里 没有发现被移植的健康肾脏 这是现在无法解释的 专家也正在研究 您放心 我们一定尽最大努力治疗您 说实话 如果我不知道事情的时候 我大概也会像柳如烟此刻一样蒙圈 明明手术这么成功 怎么可能突然就恶化了 甚至 移植过后的健康肾脏都不存在 柳如烟砸了病床旁边桌上的水杯和水补 情绪彻底崩溃 我让我爸妈先把他爸妈带出去 我来安抚柳如烟 其实 我只不过是还有话对柳如烟说罢了 梅吉伯也打算离开 我叫住了他 梅吉伯走了 我今天这戏可就看不成了 柳如烟 你知道为什么你会突然病情急剧恶化吗 我站在柳如烟的病床对面 找了个舒服的位置靠着 原本还在疯狂砸东西的柳如烟 被我的话记得愣在了原底 吉伯答 你现在是在嘲笑我吗 这只能说明你的肾没用 我真是后悔用你的肾了 柳如烟又恢复了对我一贯的冷漠和蔑视 我也早就后悔把肾给你了 幸好 柳如烟 现在你的报应来了 吉伯答 如烟现在已经很难受了 你就别再刺激他了 让他好好冷静一下吧 梅吉伯说了我几句 我有些好笑的看着他 梅吉伯 你嘴里是装了开赛路吗 张口就拉 要不我们去试试配型吧 柳如烟眼神里闪过一丝惊喜 就像在大海里漂泊了一天后 偶然抓住一根浮沫般惊喜 他甚至得意地看了我一眼 那眼神里有兴奋 有骄傲 还有对我的厌恶 可这惊喜在下一秒完全破碎 反正你现在已经这样了 把骨髓捐给我 让我代替你实现你最后的愿望吧 梅吉伯把自己在得知柳如烟恶化后 就产生的想法说了出来 因为在柳如烟突然晕倒昏迷后 梅吉伯曾强拉着我去做了骨髓配型 结果当然是不合 所以他才把主意打回了柳如烟身上 柳如烟像是没听清梅吉伯的话一般 大叫着让他再说一遍 你的好师哥说 让你把你的骨髓捐给他 他代替你活着 听清楚了吗 没听清我可以再重复一遍 我很贴心地给柳如烟重复了一遍 柳如烟盯盯着梅吉伯看了很久 起初梅吉伯还有些愧疚 迎上柳如烟质问的眼神后 他索性直接破罐子破摔了 柳如烟 别这样看我 我们俩本质上都是一样的人 谁也不比谁高贵 你难道现在心里没想过 让我把我的肾医治给你吗 梅吉伯话里的意思如此直白 柳如烟脸上闪过一丝 没戳破心思的准破 不过也只有一瞬而已 看着两人心里都有着各自的小九九 却还站在道德的至高点指责对方时 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 我原以为柳如烟不爱我 所以会利用我 他爱梅吉伯 说不准真的会把自己的骨髓换给梅吉伯 没想到 原来他们所谓的爱也不过如此 两人还在僵尸着 我懒得再看他们狗摇口 目的已经达到 剩下的 就看他们俩谁能为对方妥协 当然 以我对他们俩的了解 他们大概打算一起死 也不想成全对方 过了几天安生日子 我没想到柳如烟还会来找我 这段时间 我都在找律师咨询 这栋房子是我爸妈让我和柳如烟 以结婚为目的给柳如烟买的房 现在他已经出轨了 我可不可以追回这套房 得到的回答是不可以 我有些烦闷 门铃急促地响着 我打开门 看见了瘦得只剩骨头的柳如烟 挤霸打 我可能没几天活了 直到现在我才发现 只有你才是真正对我好的人 我想 在最后的日子里 是和你一起度过的 我惊讶于柳如烟的无耻 但我还是把他扶进了门 身体不好就别出去乱跑了 你忘记了 这是我爸妈给你买的房子 你当然可以住在这里 我倒了一杯水给柳如烟 上楼倒过了半天 最后拖着行李箱下了楼 这场景 莫名有些像当初 我要和柳如烟分手时的情景 这是你的房子 但不是我的 我还是原谅不了 你曾经对我造成的伤害 所以我打算搬出去了 希望你自己也能照顾好自己 说完 我拖着行李箱走到了玄关处 柳如烟不顾自己孱弱的身体 冲过来拦住我 几巴打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想要伤害你 我快死了 这房子本就是叔叔阿姨给你买的 该走也是我走 我们明天就去过户 我只求你 可陪我走完最后的日子 我在柳如烟的生生哀求中 勉为其难地答应了她 上楼把本就是空的行李箱 假装规制一下 才慢吞吞地下楼 我只答应陪着柳如烟 可没答应要给她好脸色 更不用说照顾她 反倒是柳如烟 早起给我做饭 把我的衣服收去洗 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 恋爱五年来 这些事一直都是我在做 没想到柳如烟也能做这些事情 只不过是在一切都无法挽回的时候 没到半个月 柳如烟就被紧急送到医院 医生说 你不是一向在意你那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吗 你放心 你死后 我会把你的身体器官都捐献出去 不知道你的骨髓可不可以就梅基伯 你说 你为什么不愿意答应把骨髓换给梅基伯呢 当初你说的信誓旦旦 我还以为你心中真的有大爱呢 所以我才给了你这个机会 没想到你却不愿意了 真是太没社会责任感了 且不说她是你的初恋好师哥 就算她是个陌生人 你也应该救她的呀 你等我干什么 这些不都是你当初你劝我实说的话吗 我不过只是复述了一遍罢了 对了 柳健是忘记告诉你了 我换给你的肾 根本就没有问题 只不过 我把肾收回来了而已 所以 现在我是健康的 而你 马上就要死了 很惊讶吗 如果你不打我补水的主意 我是没打算收回来的 这一切 都是你自食恶果罢了 说完这些话 我走出病房 外面等着的人看我红了眼 静止冲了进去 随后 病房里爆发出了凄厉的哭声 柳如烟的葬礼我没有参加 我去了外地旅游 对外只说柳如烟不在了 我伤心过度 不愿面对 才选择了逃避 你看 柳如烟 你死了我还赚得了好名胜 你会后悔吗 可惜世上没有后悔要 听说梅基博找到了适配的骨髓 辞了工作 在家疗养 人生如溺旅 我一是行人 旅途还很长 我得去感受那些曾经错过的风景